又來到今集的恐怖視線 今集恐怖視線的焦點是放在灣仔區 這個地方是我每晚都上班的地方 今天請到這位灣仔 他幾十年在灣仔 腳毛脫不少 周圍帶朋友在灣仔走鬼的旅行團 秀平姐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這幾年你都帶很多朋友參加灣仔不同地方的旅行團 靈異旅行團 說到灣仔 南固台一定最猛 那又不是 為什麼呢 其實南固台是多人知道的 但少人知道的另一塊地方 就是永豐街 上面有個白宮廟 廟上還有一個很奇怪的 有人說它是陰符 一塊紅色的東西 對 很大塊紅布 估計都是陰符 用來鎮壓住一些靈界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那裏後面以前是一個防空洞 在抗戰時期 在那裏下了一個很大的炸彈 在那個地方死了幾百人 我帶旅行團的時候 有很多聲稱自己對靈界有很大的感覺的時候 他去到那裏 他說很辛苦 很不舒服 令到整個人都要即時離斷 是不是 這個不是一次 是很多次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自己都有一點 你有沒有見過呢 真的就沒有見 但他真的給你一種很大的壓迫感 譬如頭有點混混蕩蕩 腳步浮浮 於是乎我心中做一點點事 打個招呼 跟他打個招呼 我們不會騷擾你 之後就會開始 那個狀況就會舒服一點 你知道我聽過的士司機說的 有時候他們會在那裏洗車很多的 有些說早上的時候 裡面細細看見一個很奇怪的伯伯 不知道他做什麼 又沒有看見他們 而且他們的焦點是不準的 永遠看到他 有人懷疑這個伯伯就是這個伯公 是這個神 不是鬼 就是他坐在那裏看著那個地方 因為那裏有這麼猛的關係 所以怎樣都不敢動這間廟 其實伯公就是土地 有人叫做伯公 是一個很基層的神靈 他其實在那個地方也是守護著那裏靈界 就是不讓他出來滋擾 而且那裏也有一個竹林 據聞說竹林也是一個風水格局 將一些陰界和我們陽間的人的地方隔住了 不要大家出來滋擾大家 讓趣的走過去看看能否感覺到 白白又坐在那裏 是 這集《線條錦囊》 找壽萍姐說說 如果要參加你的靈異旅行團 有什麼準備呢 準備當然是報名 跟團輝吧 是的 但是有些人為求安心 他都會去一些廟宇 甚至乎真的賣回來 就是一些符 保平安的符 譬如有些 如果有些外國人他不怕的 他拖著BB他都夠膽去 不是吧 拖著BB都敢來 另外那些女士 驚奇來的那些 會不會容易壯一些呢 如果女士所謂的M度的時候 那個音氣比較會重的 第一你如果怕有東西 要埋你身的時候 你就找個好像Edmond那麼重陽氣的人 拖著他 OK 應該沒問題 但是有些人會說 我去個團 我很想見鬼 那你就選擇M度 我才會跟團 如果M度準 才可以計算數 不準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試過 有人帶狗去行團 OK 我們都歡迎狗家人 對 會肥的 這個挺好的安排 因為狗家看到靈界的吠聲 特別不同 他們很害怕 嘔 嘔 嘔 不是很大聲叫 是 釋除專便 看你喜歡帶什麼去 是的